周浙东,周朝的车轮硬子啊,往东走了 那么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次天都的事件 周朝接着往东走 王刚坠,王法废弑 管不了了 周天子管不了底下了 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成干戈,大家谁拳头大,谁双花参数 谁胳膊粗,谁有道义 不再讲仁义道德了 凭武力,凭自己的国力 来说话 不太在乎过去大家在这个小康社会啊 在这个大同社会啊 所讲究的一些价值,一些伦理 上游说 大家非常推崇 从上流行一种什么游说 我到东那边 不不不不不说说 哎呀,西边那个小王更真坏啊 那家伙我不是人 到西边那边说说 东边那个东西也不像样啊 那也坏啊 到处去这种上游说 这一下整个民风疲变 社会的基调 开始发生变化 而周哲东的这个重大事件 就发生在周朝的一个王帝 个王叫周幽王 统治时期 他刚继位的时候 周四的王节也就是在类似于今天长安 今天我们的西安 这附近这一带 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大地震以后 连年的旱灾 导致什么 民众饥寒交迫 四处流亡 社会动荡不安 而周朝的国力 为之衰竭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周幽王继位 而这个周幽王 恰恰又是一个荒淫无道的一个婚君 重用宁称郭师傅 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奸臣 他听信他的话 反而在这个时候 激压重 韩伯百姓 激发了这种社会的矛盾 而在这个时候 有些大臣 实在忍不住 看见周朝的江山 基本就要灭亡 要完了 所以就纷纷拼死上剑 在这个上剑的大神当中 就有一个大夫 姓鲍 鲍奖的鲍 这位鲍大夫 屡致劝谏周幽王 周幽王啊 根本就不听 他很昏庸 他就听听郭师傅 所以他下令 把这个包大夫 关押起来 监禁 就是这一关 关出一场闹局 关出中国历史上 最荒唐的一段故事 在历史上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历史上 又有怎么样的记载 请大家听下一讲 请不吝点赞视频